今天的依资国股推介是世贸服务873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话组减选原因 就是物管股连入回吐之后 股值变得吸引 不少公司计划大手回购 有助股价回稳反弹 内地物管行业基本面稳健 未来两年盈利增长强劲 不少物管股最近已经发了营起 股份首选世贸服务 世贸服务日前发营起 预期上半年盈利 按年增长不少于1.2倍 盈利增出是好过市场预期 全年来说 都有望维持高速增长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世贸服务今年度的盈利 预料达到12亿8千万人民币 按年增长8成半 受到营起消息刺激 世贸服务股价昨天急升近1成4 并有大成交配合 投资者可以等到18元附近买入 部署中线 五手站先看22元 七手16.5就减辞 玉米 玉米 Mister 木 上 感谢观看